初恋是什么?初恋就是命中注定会相遇,但又注定了永远不会在一起。 这是一个烂大街的话题,却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。 虽然绝大部分的初恋都不能修成正果,但曾经为对方付出过的那份甜蜜,已经成为我们心中烙印般的回忆。 每段甜蜜的初恋,都是从一个漂亮的转学生开始的,哪怕被老师揍,也顾不上了。 为了和小美搭讪,小帅用尽各种办法,可却被女神无情地嘲讽。 从此小美成为了笑花一般的存在,所有男生都在讨论她的容貌,笑霸小胖也是追求者之一。 甚至在她的后背贴满纸条,来表达对小美的爱慕之情,而小帅则默默地帮她拿了下来,于是小美主动约她出去吃炒年糕。 但因为方言不同,小帅听成了打火包,于是两人偷偷地翻墙逃出校园,来到路边摊吃炒年糕。 到了晚上,小帅买了一盒小雨衣,此时的小美发具不对劲,赶紧抢过来,这才发现是一盒那种东西,于是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。 第二天小美再次翻墙出去,一不小心跌到了小帅怀里,两个人再次来到路边摊,而小帅告诉小美,如果想摆脱笑霸的骚扰,就假装说和自己在交往。 作为条件,小帅也答应小美不再打架,即便是笑霸用牛奶扔她,小帅也不为所动。 这天两人再次逃课出来,不小心被老师发现了,慌乱中小帅拉起小美的手,此刻世间万物都不再重要,男女主角负责甜蜜就行了,然后两人来到小帅家里,而小美竟然大胆地说要看看爱情动作片。 小帅刚想说没有,却发现小美已经拿在手里了,还问小帅几岁开始的那种事情,如果你是男主应该怎么回答他吗?